歡迎大家來到米高電玩大本營,我是Michael 惡農滄天穩樂這款動作遊戲 將在2023年初在Microsoft Windows、Export One、PS4和PS5、Export Series XS和Export Game Pass登錄 遊戲由光榮旗下的天天著負責開發 由擔任淫皇系列的導演和製作人安田文元 以及曾經擔任血緣罪咒製作人 潛梭利互動娛樂日本工作室Japan Studio 山製真坊 擔任本作的製作人 惡農滄天穩樂製作陣容看來也不是浪得許明 因為這個作品確實擁有人王和血緣罪咒各自的特色 而且還引入了獨特的全新遊戲系統 而近日官方就在PS5和Export Series SX那套平台推出免費的體驗版 但現時遊戲要改進的地方看來也有不少 講以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麥高電玩大本營需要有你的支持 在遊戲的玩法方面 由於是Team Ninja製作 角色操作仍然計成一貫的速度感 在畫面下方正中間的位置的數字 官方稱這個叫做士氣 其實就是類似動態等級的系統 只要攻擊敵人等級就會上升 並且會增加自身角色的強度 同樣玩家一旦被擊霸的話 等級就會下跌 而遊戲每一個位置 就會有地方能夠樹立其次 當中有細期和大期之分 細期可以為等級補底 而大期除了補底的功能 還可以作為玩家的休息點 而由於血緣詛咒的製作人 山製真坊都有參與其中 可以看到場景的關卡設計 以及岩石的紋理的寫殺風格 都有著血緣詛咒的影子 例如在遙遠的地方 可以開啟設計 走回到最初的休息點 方便玩家一旦戰敗 就不需要再走遠路 角色的升級界面 採用中國風格的五行屬性設計 可以使用經驗值來換取加點 增加不同屬性點 就會影響武器和法術的效果 而遊戲並沒有法術和氣力的計量表 取而代之是一種所謂氣勢的計量表 當你擊中敵人和化解敵人攻擊時 氣勢值就會增加 玩家可以藉著氣勢值施放法術和武技 而相反被敵人擊中 甚至只是作出防禦和閃避 氣勢值都會下降 甚至會變成無法防禦 另外除了普通的斬擊之外 還可以藉著不同的武器打出不同的招式 這個就稱之為武技 而且每款武器的武技 都是隨機申請的 而遊戲中還可以召喚角色各樣的神獸 依照神獸的五行屬性 應對各種怪物時的效果都不相同 開發者表示在遊戲正式推出時 將會加入更多神獸給玩家用 而除了神獸 玩家還可以在軍旗的傳令找到王軍 在試玩版中暫時可以找到趙雲幫助 每叫一次需要一個調兵斧斧 今次我龍滄天穩樂推出體驗版 看來真的想聽取玩家的意見 始終今次系統有作出比較新的嘗試 而且遊戲團隊強調 這款遊戲將以化解系統作為主軸 但現時這個遊戲系統 是有一些比較自相矛盾的地方 例如氣勢系統取代傳統的氣力系統 這一點看起來 則作團隊是想玩家才取主動攻擊 盡量減少防守 但目前看到遊戲有貌似云系列的玩法 例如攻擊力異常之高的BOSS級敵人 面對隨時被BOSS級敵人了殺的情況下 氣勢系統就將格檔判定為扣減氣勢的機制 甚至最後出現了大硬直的狀況 其實是否真的有必要限制玩家的格檔呢 而且BOSS出現紅光的招式 更判定為格檔不到 在這些情況下只有化解才能夠逼得開 所以往往就造成格檔又死 然後化解不到都是死的狀況 然後化解系統本身 就有這次進階版的Big Times Events 這種需要快速反應的系統 玩家肯定要高度集中才能夠使得出 這種系統放在人中之龍 就是按了之後看同身如何出慢招打低對手 然後讓玩家爽一下 但放在這款遊戲上就不會太爽 放了成功之後都不見得有很高的回報 但失敗了就會有沉重的代價 雖然遊戲團隊對於這種化解系統 就稱之為好像行雲流水一樣的玩法 但說白一點就是要玩家用化解來取代格檔 遊戲的低容錯但高難度的化解系統 玩家面對高傷害的BOSS 可能要反覆玩傷很多次才能上手 隨著遊戲的進展 作業感肯定會越來越重 這樣的遊戲機制 玩家肯定是需要處於一個很良好的精神狀態才能玩 這已經不是你懂不懂玩這款遊戲的問題 而是遊戲機制對玩家的高度要求 甚至只是為了開發者自身的視覺滿足 可能製作團隊不想玩家靠自己一人之力去玩 所以在線上功能上下了不少苦工 玩家除了可以尋求幫助 亦可以主動協助其他玩家過關 同時亦都能夠賺取經驗值和物品 又或者可以召喚NPC的幫助 打BOSS時確實可以分散多敵人的注意力 起碼玩家可以趁這個時間去補血 因此遊戲確實是有些系統和難度的問題 其實遊戲不單要好看 更加要有趣味性才能夠稱之為好遊戲 新的遊戲系統能不能夠成功 其實容易上手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門鑑太高甚至好看不好用的話 那就應該降低門鑑 又或者增加獎勵 希望惡龍蒼天穩樂正式推出時 能夠做到大家都能接受的 一款難度和爽度兼備的作品 今集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以便一有新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 再和大家分享更多遊戲 今集就有些遊戲消息 以為可以進行到的 但原來有些遊戲消息 以為它使用的食物 這一款就是一種遊戲 那些遊戲消息 以為幫你找個遊戲消息 以為你買到的 你買到的 你買到的 以為你買到的 那種遊戲消息 以為你買到的 你買到的 我不能输 不可以 不能输 不用担心 别人 阶时后退 等待三下 会陷入如此窘境 我们还不能再次倒下 不准备 这伤势 死人必报 距离 太平之事又进了一步